为了讨论原住民族相关司法议题 社交文化基金会 在东华大学举办 原民人权与法治论坛系列活动 从实际判例 个案分享到司法体制改革等面向 探讨原民权益所面临到的问题 吸引学生全网学习 其实不是相关可惜 但是个人认为就是 检察官跟法官 他们目前其实文化敏感度 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在判决上面 其实可以是左右的一个关键 然后对一个民族的发展 其实也牵扯到一些文化权 或者是一些法律相关的 所以有一点小兴趣 过来这里参与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 其实对我们就是 就读法专班的学生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在就是 我们才可以更了解 实物上到底现在 就是现在我们到底 就是在原住民的权利 以及在推进到哪一个地方了 然后去让我们更知道 我们自己的定位这样 论坛邀请法界实务人士 专家学者及部落族人 进行多元对话 从传统智慧财产侵权案 到足以教育制度建构 及狩猎自主管理等案件 提出看法 最主要的是 希望借此了解学生 对于司法体制的识变能力 进到校园里面 那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在学习法律的同学 也能够了解 跟原住民有关的 相关的议题 能够促进这个原住民议题 能够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 那想我们这个论坛 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此外林三元提到 国内司法改革工程进行中 期待未来能够增加更多 原民价值观点注入其中 原始新闻杂罗贝斯 欢迎收封采访报导